现在全球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磁地志工 响应慕心慕爱行动 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志工来到中国城 不论是华人还是非洲裔 或者是白人朋友都捐出善念 而在加拿大 志工特别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说明慕心的方式 因为在日本 你看到了磁技人 已经展开了首波的热食震灾 现在更走上街头 也积极筹备下一步的震灾行动 全球之际人 爱的力量是此际在日本震灾 最坚实的后盾 召召人工具善念送爱到日本 在那大分会启动募款行动 每天动员至少500人 也特别举办记者会 说明汇款网络捐款方式 还有慕心慕爱据点 华人媒体踊跃出席 当地广播公司率先响应支持 我们一定会以权力的支持磁技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磁技第一点 对于救灾有非常地用心 也有这方面的知识 第二点 志工定点木行慕爱 17到19号 25到27号 一共六天 期盼为灾区慕山念 只要有点 我们都愿意去慕望吧 虽然是外面很能 但是大家都很能 保佩你的爱心 收到日本灾门 哪怕五度低温再冷 志工穿着厚外套戴帽子 耐出寒风刺骨 想为灾区慕一份温暖 小朋友爱心不落人后 也有兄弟姐妹轮流做好事 来超市不再只是买东西 更能为人付出 有人结完账 直接捐出找的零钱 还有妈妈带着孩子 捐爱心做最好的神教 想要付出的还有这层小朋友 别话都说不太清楚 诚意可是百分百 蒙洛维亚大幼儿园和慈悸大小学的孩子 和爸妈师长一起来到農夫市场 热闹的市集 可爱的动物都没让他们分心 要帮日本的人 做 做 做房子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教育 对我觉得这次的机会 本来我小孩子生病 有小朋友身体不舒服 坚持要参与 还有妈妈挺着大度责任来 都是要给孩子机会教育 我们来帮助教育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爱 进行 因为我们不足够 坐下来 希望我们的事都会更好 但我们有能力 做得更好 比钱还要是爱 所以孩子们 都会让我们的事 如果说善念的凝聚会带来什么 在多米尼家 星星之公吉德拉 在母亲外现场 遇到多年无间的老朋友 应吉德拉邀约而来的贝德多蒙 更因为这样 碰到失联二十多年的朋友 做好事一个拉一个 双胞胎小兄弟 套出皮夹捐零用钱 一模一样的爱惜 在南非约保中国城处处展现 人人发挥力量 花跃种族繁离 为遥远受灾人家 送上一份祝福 该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 谢谢